影片快转连结在置顶留言里 中文字幕开不开都一样哦 打奶妈很简单 战斗前先来一颗怪兽雪丸 进场后先贴右腿 再闪到正后方 用力插他两下 重复循环 插屁屁 贴右腿 插屁屁 贴右腿 插屁屁 他的攻击死角在正后方 如果站的不够正也没关系 承受的伤害并不高 只要在45秒内狂插猛颂 剑法够硬够凶 他连分身都招不出来就下班回家了 如果你动作慢吞吞的 战斗大约每隔50到70秒 奶妈会释放一次暗影状态 暗影状态时 如果他血量高于一定程度就不会出现分身 实际消雪道一定程度后 分身就跑出来了 然后建议跑外圈逃命 然后建议跑外圈逃命 搬影状态的持续时间大约50秒 结束后又可以好好欺负奶妈了 嘿嘿嘿 奶妈在施放暗影状态时 如果施横值累积足够 打到他跌倒会中断施放 然后就可以继续欺负他了 打完奶妈后 婴儿哭声渐渐终止 苏梅鲁女王会鞠躬表达谢意 然后你家房子会失火 到大树下找杰尔曼就会进入结局三选一 如果你DLC还没拳破 建议先不要打奶妈 或至少不要找杰尔曼进入结局 接下来实际打一场梅膏的奶妈 见面贴右腿绕屁股 多绕一下 因为他那个是回旋斩 有点怕 有点怕就多绕一下 跳 他刚才崩了一下 就多吃一下 然后往前 基本上有什么危险 就是往你的左前方跳 然后像这种割草机的话 站正后方 正后方 中出 回一下体力 不要让他进入暗影 我知道他刚才想要进入暗影状态 那接下来看角色面板 等级101 攻击力698 那角色素质就这样 然后武器的话一样 神圣月光之剑加石 宝石就这些 好那就这样子啰 拜拜 我只是想要帮助 人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